啊 編劇就是一個人跟一個人戰爭啦 導演就是鄰居帶你對打仗 編劇最寂寞的部分就是 你只能服按自己跟自己對話性劇本 我很小很小就很喜歡說故事 可能跟我小時候的成長經驗有點關係 我爸在跑船 我媽媽很嚴厲 所以我從小是不能出去玩的 也沒有課外讀舞 然後頂多爸爸從美國 什麼跑船帶回來一個娃娃 所以你就對著那個娃娃 開始編故事演戲 怎麼成為一個好編劇 就是你拿起筆跟詞 現在開始寫下第一個字 我們必須在錯誤當中 不斷地學習 所以如果你不去做那個事情 不犯下第一個錯誤 你永遠不會進步 如果你對人對事情 你沒有那個想要多了解 想要感同身受的企圖的時候 勸你放棄編劇這條路 每一個人都來跟我講說 我的故事比你的劇本精彩 我說給你聽 你把它寫出來 啟發一個劇本的點 一定是某一個你想替他說話的角色 譬如我可能不愛你的時候 我就是想要想一個恰伯伯的獅子座女生 我看記者會 我讓全世界的人知道 你是酷害你的家庭的死同事 是我自己的同學跟我分享了 他身為同志妻子的事情 他真的用一個很強悍的樂觀的態度 去講那個悲哀 我反而看到了更深的悲哀 然後那個形象真的跟我想要寫一個 好打抱不平的大聲的樣子 結合在一塊以後才出現了劉三連這個角色 我隨時隨地想到什麼就死在裡面 我自己的靈感的突然出現的剎那真的很奇妙 我最常最常出現的是我當我在沖澡的時候 我真的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每一次那個水從我的頭上淋下來的時候 我就是開始會用腦蕊我的劇本 我就會說我想到更棒的台詞了 然後你又怎麼辦 就只好絲大大趕快拿個紙計關鍵字 不卡關的編劇是不進步的編劇 這個當然不是我一開始都知道的 因為每一次一開始卡的時候 都會叫苦連天嘛 然後我甚至會去戳我的狗 說你們憑什麼睡 憑什麼我要賺錢給你們花 可是後來每一次 就是突破了那個卡關跟瓶劇 我就發現我更進步一點 所以我才開始一直分享給我的那些編劇後輩說 卡關來說你要謝謝老天爺啊 卡關終於讓我面對不滿足了 所以我一定會再進步 所以小卡關小進步 大卡關大進步 近期誰先愛上她的這個電影 簡潔出現大難題的時候 慌張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所以我就只好想說超心經 每天就是超至少一遍心經 超完以後就到一大杯維士忌 然後就慢慢地喝 然後就流下眼淚說 我明明當編劇就好了 為什麼要拍電影 就是哭完了以後心甘情願 再來面對自己的錯誤 我現在很想回去殺了那個 兩年前的自己 就是打醒她 別殺了很可怕 電影真的好難好難喔 我其實很喜歡導演工作 我也很喜歡編劇工作 如果可以一直交替 我覺得是不錯的 如果能夠像國學老師 跟小T老師一樣 就是讓很多很多的新人 能夠繼續地在創作的路上 展現熱情 我覺得這是我的目標 如果能夠達成這個部分以後 我就真的希望能到山上 去弄一個流浪動物之家 短期之內的計畫 就是在兩年之內 我可能得好好地寫一些劇本 然後把我的荷包再充足一點 然後再來敗家吧